近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总书记马加舒尔在北京接受了中英社记者的采访,他表示,香港事务属中国内政,美国不应充当超级管理员。 马加舒尔表示,自己很关注香港局势,他认为暴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香港的暴力分子如果真正支持民主,就不会随意去打砸抢烧店铺,也不会去攻击平民百姓。 谈及美国近期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惩罚等一期的动作, 马加舒尔认为,这种做法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在国际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 马加舒尔指出,与美国动辄诉诸长臂管辖不同,中国提倡相互尊重,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创造共同繁荣,消除贫困。 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注入强大的正能量。他高度评价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成就,表示中国共产党非常成功地做到了一直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中心位置,关注贫困人口,致力于扶贫减贫。 我突然来到1995年,当中国是很小的,仍然是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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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仍然是今天。 但是,中国比起来到那些年,仍然是很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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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多精彩进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